Pranalogists 我是阿育菲徒一是July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你接下来出国的时候在行李箱里面 如果你想在国外练习瑜伽的话 你可以带哪一些瑜伽辅具 好大家看到我眼前有这么多不同的瑜伽辅具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在瑜伽练习当中常会用到的东西 那当然每个人他喜欢带东西不一样 那么我会怎么做建议呢 通常在我的行李箱里面 我只会放这边看到的东西当中的其中一样 让大家猜猜是哪一样 5 4 3 2 1 猜到了吗 我会带的东西不是旅游瑜伽店 认识我的朋友应该都了解 我是一个喜欢多工的人 所以如果说这样东西他可以同时取代 其他瑜伽辅具越多的话 我觉得越喜欢带他 那在这么多旅瑜伽辅具当中 包含了旅游用的瑜伽店 还有就是瑜伽砖 严枕 严枕其实蛮好用 可是他是可以被取代的 还有瑜伽绳 或者是瑜伽抱枕 两种不同瑜伽抱枕来说 还有瑜伽坛 在这些所有的辅具当中 如果我要带的话 我一定会带的是瑜伽坛 OK 我这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正常规格的瑜伽坛 他至少有100公分乘以200公分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他是纯棉质的 有他一定的重量在 那么这样子的一条瑜伽坛 他可以取代所有刚刚提到其他辅具的功能 怎么用呢 我教你怎么用 OK 首先你要用瑜伽坛来取代瑜伽店的的话 其实很简单 大部分我们在国外 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因为受限于你的旅馆客房的大小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做一些太激烈的瑜伽练习 OK 通常如果你想做激烈一点的瑜伽练习 比方说Power Yoga 或者是像Vinyasa的话 你可以去问看看 因为有一些饭店的 比较大型的饭店 像我之前去广州出差的时候 我们住西尔顿 那那个时候广州的西尔顿 他是有健身房的 那他的健身房有瑜伽教室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瑜伽教室 你可以做租借那个时段 或者是直接跟他借用他的瑜伽店来使用 OK 那大部分我们在客房当中 会练习的是英瑜伽 那如果你对于客房旅游时的瑜伽有兴趣的话 我以上上面有这一支影片跟第二支影片 都是你在旅游的时候在客房当中 可以自己来练习的瑜伽体味练习 OK 那瑜伽垫 如果你要拿来取代瑜伽垫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把它打开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今天是做英语瑜伽的练习 或者是Restorative Yoga的练习的话 我会建议你稍微让他有一些厚度 这样的话你在练习的时候不是硬生生的躺在硬硬的地板上 那样会不舒服 有些厚度的瑜伽毯它也可以 你让你的瑜伽毯折起来 大概就是折个四 折两折 折两折的这样子的大小 它的厚度 折两折大小厚度它刚好可以帮你保暖 然后它的软硬度也刚好适中 所以会很舒服 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要练习Vinyasa 或者是瑜伽哈达瑜伽的话 那样子的一个长度 你可以甚至把它弄薄一些 不过你要比较有技巧是 你要把你的瑜伽毯固定在饭店的地毯上面 这样子的话两个支品之间 它的那个摩擦力才会够 才不会滑掉 如果说你是瑜伽毯 直接放在这种光滑的地面上的话 它就会容易滑掉 OK 所以要记得放在饭店的地毯上 这样它直滑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个是瑜伽毯 如果我们给它拿来做瑜伽店 来取代瑜伽店的话 今天如果说你的瑜伽毯 是要拿来取代瑜伽抱枕的话 一般瑜伽抱枕在瑜伽练习当中 体位练习当中的功能是帮你做支撑 帮你做补动的效果 什么叫补动的效果 补动效果就是填补你的身体 跟地面之间的一个空隙 OK 那么你的瑜伽毯就可以做很好的运用 比方说你今天刚刚我们是做两折 我这边的折都是指长边的折 什么叫长边折 我的这一条瑜伽毯 OK 它有这一边 这两上下两边是一样长 然后有侧边的两边 我现在上面的这一边跟侧面这一边比起来 侧面是长边 所以我们都是折在长边上 OK 当你折在长边上的时候 它的这个高度大概就会是你一般瑜伽坐垫一半到三分之一的高度 OK 那么你把它拿来做冥想的时候 坐在屁股下面垫高你的坐骨 它的那个功能性就很好 又或者是如果你今天的那个瑜伽毯你是要拿来取代像这样子的大抱枕的话 你可以做的是折在短边 OK 折给大家看 刚刚我们这是折两折嘛 对不对 再一折你折在长边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折短边咯 短边是指这边 你把它短边折三折 短边折三折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瑜伽毯 大概会是你一般瑜伽大抱枕的二分之一的厚度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瑜伽毯 它就很能够完整的帮你支撑你的脊椎 整个脊椎从头到你的骨盆腔后侧 或者是你可以打横的放 它可以帮你支撑你的肩胛骨 然后把你的胸口撑开来 让你做一个辅助性的后仰的一个效果 OK 这个是如果我们要用瑜伽毯来取代瑜伽大抱枕跟瑜伽枕头 或者是所谓冥箱枕的话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用瑜伽毯来取代你的瑜伽砖的话 我们说瑜伽砖的功能有很多 今天如果我不带瑜伽抱枕 瑜伽垫的话 如果我今天不带瑜伽毯的话 我会选择带瑜伽砖 OK 瑜伽砖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最大的功能是做支撑性 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站支前弯好了 你今天要做一个站支前弯的功能 那么要做一个站支前弯的体会 或者是坐支前弯 很多人因为身体的肌肉的僵硬度 所以坐支前弯会卡住 这样子卡住 OK 那头这样子晃着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是 你用瑜伽砖来帮你做一个支撑 好 今天如果你没有瑜伽砖的的话 你可以用手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用瑜伽毯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我们折长边之后的瑜伽毯卷起来 你会发现它卷起来之后的高度 只比瑜伽砖矮一点点而已 所以它可以帮你做很好的一个支撑的效果 像这样子 OK 所以瑜伽毯是可以取代瑜伽砖的 看你怎么来使用 就记得 你把它卷的有厚度一些的话 它的那个厚实感 会跟瑜伽砖比较类似 好再来 除此之外 它可以取代我们的瑜伽神吗 当然可以 欸对不起 你把毯子打开来之后 把它卷起来 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一物多用 这样才不会这么占空间 OK 我把它粗略的把它卷起来之后 它就会是我的瑜伽神 OK 我在做一些 比方说我把我的脚高举的时候 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然后它可以提供一个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可是它可以提达到类似的效果 OK 那当然它可以取代瑜伽眼枕吗 当然 怎么样取代呢 假设我今天是 假设我今天是被躺在地板上 我把我的瑜伽毯松松的打开来之后 OK 把这个是叫折痕的那一面 把没有开口的那一面 对着自己 盖在眼睛上面 OK 瑜伽毯的重量 我刚说过瑜伽毯本身是有重量 瑜伽毯的重量跟它的遮光性 可以达到类似眼枕的效果 OK 帮你放松你眼部周围的肌肉 帮你遮光 所以今天如果我出国玩的时候 一定要带一个瑜伽扶具的话 我会带瑜伽毯 OK 除此之外瑜伽毯还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我的瑜伽毯不会放在我的那个 寄仓的行李 我的瑜伽毯会放在我的随身行李上面 为什么 首先我们在等飞机的时候 你在后机室 不是每一个飞机场的后机室的椅子 都是好坐的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硬邦邦的塑胶椅 这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把瑜伽毯 折成我刚刚讲过的最基本的款项 我们折在长边 接着 它就会是我一个很好的坐垫 它可以把那些后机室那个硬邦邦的椅子 变得比较软 让我的屁股比较舒服一些 再来就是我在飞机上面 常常会很冷 OK你把瑜伽毯打开来 它有很好的保暖效果 想想你平常在瑜伽教室里面 大休息的时候盖瑜伽毯的那种感觉 OK那当然我们在机舱里面 有时候你坐飞机的时候即使你是靠窗的位置还是会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对不太够 身体好像会空空洞洞的 这个时候你的瑜伽毯就可以达到很好的补控系的效果 OK让你的身体比较舒服 然后再加上因为瑜伽毯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它有很好的 所以对我来说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包覆作用 会让我比较舒服 会让我觉得我把自己造起来之后 就有个个人的空间存在 而且它的直光性也很好 OK所以这个是我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带 或者是如果我一定要带的话 我会选择的瑜伽扶具 你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会带瑜伽扶具吗 你出国旅游的时候会练习瑜伽吗 OK如果你出国旅游会练习瑜伽 或是会打包瑜伽扶具的话 你会带什么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希望像这样子的瑜伽小讲座 对大家在生活上会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喔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Namaste